世界上有众多宗教,大多数都是劝人向善的 佛教当然也不例外,积极行善是为自己积累福报资良,以便将来有解脱的因缘 善恶有报,因果循环是自然规律,我们深信不疑 可是如果缺少智慧,盲目行善,那魔反而会大大折损自己的福报 真正的善行绝对是需要智慧的,否则就成了恶的帮凶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怀着一颗好心,却做了坏事,实在是得不偿失 如果把善恶之事详细地拆分,细究下去,可分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在生活中非常乐善好施的人,都会被我们认为是具足福报的人 他的生活必将一帆风顺,可是这只是我们的想法而已 如果走进到他的身边,可能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现象 比如你会看到他往往只是对有权有势的人,特别恭敬,非常乐于帮助他们 而对于那些更需要帮助的财富一般,地位一般的人,他就十分傲慢了 这就是个人发心的不同 又或者他对所有人都能做到恭敬,随时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可是从他自己的内心出发,他还是希望自己能获得回报 比如得到别人的感谢,获得较好的名声,等等 这样的发心绝对称不上是真正的善行 只是为图一己私利而做出的表面行为而已 还有一种情况,从发心来说,确实是纯善的 但是最终结果反而会对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 比如一个家长溺爱自己的孩子 无论是吃穿住用等,什么都要给他最好的 生怕他受到一点委屈,久而久之 孩子就养成了娇生惯养,懒惰,不思进取 心理承受能力差等恶习 将来走向社会就要吃大亏 这就是典型的好心做了坏事的代表 古时候有一个案例 一个高官告老还乡 路上碰到一个无赖耍酒疯 大人心想,我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跟他一般计较 于是从旁边绕道走了 过了一年,得知之前在自己面前耍酒疯的人犯了一桩命案 自己要去偿命,丢下了家里的妻儿老母 实在是遗憾 这位大人当即反思自己 如果当时报告官府 致他一个以下犯上的罪 受点轻微的惩罚 可能后来能慢慢醒悟 改正自己的恶习 由于当时自己的不计较 导致他愈发放纵自己 如今酿成大错 实在是自己的罪过呀 这也是发好心 做了恶事的实证 所以,一件事情究竟是善 还是恶 是很难有定论的 因为结果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 所以,在做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 了凡四讯中提到 中风禅师对善恶有这样的定义 凡是有益于别人的就是善 只利益自己的就是恶 有益于别人 就算打人骂人都是善 而如果只是为了利益自己 就是敬人理人都是恶的 古语也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金钱是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生存的必备条件 离开了它 我们寸步难行 追求财富并没有错 只是我们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而已 所谓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每个人都难免会有失忆 落魄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钱 可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古代圣贤早就告诉我们 不义之财不取 那么 当一个人真穷的时候 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正确地翻身 体积太来 时来运转呢 其实 拥有金钱 只能代表拥有财富 并不代表 金钱本身具有价值 钱的价值 只在于人所赋予它的东西 所以 当你 正遭遇不幸之时 一定不要过分地看重它 而只需要反其道而行之 把矛头反过来指向自己 牢牢地记住这一条 提升自我的价值 只要你能如是想 并如是做 当你自身的价值 真正提升上来的时候 所有的金钱 名誉 人脉等 都会自然向你靠拢 这就是最根本的吸引力法则 巴菲特的黄金搭档 查理 芒格 有一句名言 你想要得到某样东西 最可靠的办法 就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 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 自己要想配得上金钱 名誉等 至少要具备这两点因素 一是能力 二是福报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 想要脱颖而出 必须要具备 十分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有一句话 不是说是金子 无论在哪都会发光的吗 无论你从事着什么行业 你提升了自己的专业能力 达到别人无法取代的程度 哪里还会愁 没有出路呢 另外一个方面 大家容易忽视 那就是福报的问题 一个人光有能力是不行的 回首古今中外 有多少江南才俊 名人志士都满怀着一腔热血 投身到事业场 官场之中 可是都免不了起起落落 有的人小时了 大魏必佳 有的人风光一时 但却犹如昙花一现 不经意见掉入深渊 再也难以重见天日 我们往往称其为命运的捉弄 似乎这是上天特有的安排 我们并不能左右 所以只能进人世 听天命罢了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当我们仔细研究时 会发现原来历史上功成名就 后来又明哲保身 善始善终的人依然大有人在 那么他们是如何 让自己成为长青之树的呢 就其根本 还是福报具足罢了 所谓德不配位 必有栽殃 如果你的德性 能与所拥有的一切相匹配 自然也就永保青春了 很多人都是成功之后 忘乎所以 狂妄自大 娇奢淫逸 灰金如土 不思进取 如此挥霍自己的德性 还期待着能维持长久 岂不是笑话吗 所以 当一个人穷的时候 一定别灰心丧气 好好地提升自己的价值 增加自己的福报 每天都认真反省自己 在这方面的德与失 出头之日则指日可待 一个家庭中 最容易发生矛盾和问题的 刚属婆媳关系 尤其是现在 夫妻双方都要忙于工作 小孩自然会交给父母来看管 很多人都很苦闷 本来是一个幸福和谐的小家庭 自从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后 就多了一层婆媳关系 经常会由于生活上的琐事 而引发矛盾 让很多人头痛不已 可是 当我们把矛头都指向 婆媳关系的时候 其实 我们根本就 没有发现问题的本质 根本不在这上面 我们舍本逐墨 想了一大堆的处理方法 结果却发现 问题依旧 甚至还愈演愈烈了 这让我们更觉得苦恼不已 其实 一个家庭中 最重要的关系 应该是夫妻关系 倘若能把它完美地处理好 福气便会不请自来 周理中说到 有妇有妇 然后为家 中庸里则更是直白地说 君子之道 造端呼夫妇 一切的大道理 追溯到最根本的源头上来 还是要从夫妇之间开始 有人这样比喻 夫妻关系 犹如一个家庭中的定海神针 只要夫妻关系稳定 坚固不摧 无论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能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寄沧海 一切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都会顺其自然地过去了 就跟没发生过一样 有关的心理学家分析 一切家庭矛盾的根源 其实在于太看重亲子关系 而忽略了夫妻关系的缘故 当亲子关系大于夫妻关系的时候 婆媳关系不和谐 就会很自然地产生 站在婆婆的角度 儿子是她最亲密的人 由于爱子之心过于浓烈 自然会对儿媳产生疏远和不满 因为是她分享了儿子的关爱 而站在妻子的角度 当自己有了孩子之后 也会把过多的爱 转移到孩子身上 而忽略了对丈夫的爱 由于这样的倾斜 夫妻关系就非常受考验 而一旦这个定海神针 也开始动摇的时候 家庭矛盾就会频繁爆发了